有一個沒有跟大家介紹到的 這個叫拋棄式信箱 問一下各位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已經介紹了很多雲端服務 有沒有到處都希望你註冊 對 那要註冊 就要有信箱 對不對 請問您都用自己真的信箱嗎 你怎麼那麼聰明 這樣的話收到垃圾信也是應該的 因為你老是用自己真的 可是你說不行啊 因為他都會寄一封認證信給我對不對 所以要去收信嘛 那怎麼辦 什麼都可拋 拋棄式信箱 你一定要會用 這個關鍵字 那這個呢 我有寫文章介紹一下 您可以參考 其實這類的服務很多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十分鐘的 十分鐘之後自動消失 就不用再找我了 就這樣 所以您可以看一下我在這裡 點進去 當然你用那個關鍵字可以找到很多 好 你看我就進到這邊 這是十分鐘的 有沒有一進來之後就產生一組信家 這樣了解 那去哪裡收發信件 就在下面 下面這裡 下面這裡 是不是就可以 可以收信 有沒有 所以 你如果註冊了 他很快就收到 然後就這邊點進去就可以看信 然後你沒有連結就點下去 這樣就好了 有沒有簡單 問你十分鐘 還沒收到 或還你想要再繼續用下去 咧 對啊 你就跟他講 神啊再給我十分鐘 哈哈哈哈 但是你不要重整這個頁面喔 你重整頁面 Email就不一樣了 就是離開這個頁面 Email那個Email就會換了另外一個 就換了另外一個 因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嘛 你要我註冊 我就去找一個可以 所以其實網路上的服務還蠻多的 還蠻多的 當然如果你要有 除了十分鐘 想要更長一點的 我之前找 也有可以長到兩三個月的也有 就是你指定一個 他就寄到那邊 那那個時間之後 他就不再用了 就不再用了 也有 所以 這個 通常試用在哪裡 你不是真心的學生 你真心的你就會用真的啊 你不是真心的 或者是說 這個服務我只是暫時需要用一下 對不對 我不常用 那我就用這個 或者說你明明知道這裡有危險嘛 你就不要填自己的資料嘛 比如說你要調查啊 或者說你去 你覺得說 我要去的那個地方不太適合 用這個身份進去 我們醫院訪查應該也會有那個 叫做神秘課吧 有嗎 對啊 你不能用自己的身份啊 就類似像這樣 概念說 我就可以拿這邊來用 避免說 你的一些正式的資料曝光 當然最好用別人的電腦 這樣沒錯啦 就不要再用自己的電腦 你的資料就相對比較少 所以 這個是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拋棄式新疆 你們可以參考看看 當然也建議各位 你可以去找找看這個關鍵字 因為你可以用的服務真的不少 不是只有我用的這個 只是我比較喜歡十分鐘的這種類 好